为什么余光中先生说我不是女人我写不出来 我们的男同学们你问他你写不写得出来 不妨你来问他 如果你写得出来你觉得 为什么这对你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 如果你写不出来你觉得困难在哪里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那个女性书写里头 有一个题材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母女的问题 我们的男性作家在写母亲 比较多呈现正面的一个感谢或干嘛 那么唯独女性作家有相当多在写 跟母亲的一种教力跟拔河 那么我觉得有个非常经典就陈叶 我们知道呢陈叶呢 他患了这个小脸症 所以他在面容上一直是有点自卑的 然后他觉得妈妈那么漂亮 所以他说每次在街上遇到时候呢 大人通常会称赞说 这个女孩他如果是女孩 人家小可爱就说你好好可爱 但是你很难想象 大人每次看到我弯着腰 或者蹲下来对着我说 你妈妈好漂亮啦 甚至再加一句 你知不知道啊 然后呢 他说我跟母亲永远在做美丽的拔河 他的妈妈其实知道陈叶这块是自卑的 所以他妈妈把家里头镜子都收起来 那对于收镜子这件事情呢 陈叶也有话要说 妈妈你为啥把镜子收起来 难道我真的长这么丑吗 诶 这就是小女孩 又要去觉得说 妈妈的漂亮显现出我的丑陋 可是又不想妈妈 你也认为我有这么丑 丑到我原来自己也会吓到我自己 哥们我觉得陈叶他走的这段心路历程是真的很坎坷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李元甄的母与女当中 他提到了 你是我的子宫 欲求一个男人 结下风拾的果 你渐渐变成小女人 双骨如球的胸以赔的女儿 讲他女儿嘛 子宫还在沉睡 还有呢 还没有软血的孤寒 你的双眼无欲 成熟的女体容易欲求一个男人充实子宫 然而子宫之外结石之外还有次有的女灵 我觉得他这首诗很有意思 对女儿是只期许他长大 又害怕将来变成一个会不会不快乐的女人 会不会又被男人搞砸一生 我不太清楚 对 各位老师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一个妈妈对女儿 跟对自己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常常 假设你这首诗给学生 我就会问他们 什么叫自由的女灵 那么淑琳老师 这是淑琳老师 他设计的 他说 那么除了为女为妻为母 女性到底有哪些时间空间 是属于你自己的 女性到底有没有自足性的快乐 然后也要他们分享 你最敬佩的女人的故事 还有女人可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声音 用学历 用事业 用从政 用部落格 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的学生来做讨论 那么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专门在写眷村题材的朱天心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超有趣的 这是他年少时候 在所谓的 方舟上的日子这本书里头的一个内容 他说 他弄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呢 仿佛走路200年的时代 成为了成天脑子里 盘旋都是拿破仑的影子 他的一言一信 真是吸引了朱天心 初三时候有一次历史老师谈到呢 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然后谈到 拿破仑滑铁炉之意 战败的前因后果 历史老师是个就是惊人形的 站在讲台上激励的指责 拿破仑的自傲 狂慢跟疯狂的行为 朱天举弱 他说 他的手指狠狠的 按在手心里 压抑着胸中的怨恨的波 他喊着什么 是我的错 全是我的错 我该劝他六月去攻恶国的 他根本没有错 你们不能怪他 我为什么不能阻止他在六月出兵 从此他恨死了历史老师 一个年轻的 一个年轻岁月的小女孩 恋上了拿破仑 把自己想成是约瑟芬或是戴斯雷 于是他恨死了历史老师 这让我非常惊恐 我的学生有没有在我哪一次 不以为意的评论当中 也因为某个历史人物恨死了我吗 不太清楚 各位 这就是用女性书写经常 她会写出一种很细微的部分 幽为的心事 那么 那么苏丁老师设计了这个胶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这一个 詹彬的Affail 他这首诗 它呢是用图像诗 各位 左边这是图像诗 你可以呢 把它弄出来给学生看 然后让学生去想象 请你讲成一个故事 由一到七 男跟女 有的是 怎么弄的 各位 右边是给老师的参考答案 那个成立的诗乐园里头有 那么就是请各位老师您看一下 你给学生这个图像诗 然后让学生根据图像诗写成 一篇 极短篇的小说 或者写成各用一句话来说明 一用哪一句话 二用哪一句话 这您设计的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大 这是用图像诗 那从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是要让学生了解什么呢 让他们感觉到男女之间 这里头可以测验出他们的情爱观感情观 以及男女之间 您的感觉是什么 那你会发现哦 时代越靠近现在 你会发觉每个解读不一样 在更早结束可能觉得是男追女啊 你不理他 现在呢 我们的学生像是很多女追男人 而且速度猛烈 而且非常直接 这是一个教案可以给各位老师参考的 然后呢 接下来想跟各位老师讲的是 刚刚成绩 刚刚千惠老师旅行书解 在我们的女性书写里头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旅行书写的一个作品 我们知道写作是女性内心的话语的一个延长 其实旅行曾经是非常男性化的活动 男性为了政治 为了历史 为了外交的原因 他们可能在外奔波 而女性就被钳制在家里头 所以呢 以前在家中缺席的是男人 在旅行中缺席的是女人 但是现在的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不在 我们不会呢 在那个旅行中呢 缺席了 所以呢 徐世仪他真的很好玩哦 他说对外婆而言 他生活不需要地图啦 他不喜欢出门的 他有不喜欢出门的原因 我有喜欢出门的原因 外婆有他的时代 我有我生长的空间 外婆的内母田旁边有竹林 田的上面是天空太阳 从厨房到积社 这是他生活的有感地图 那我呢 对我而言 厨房还是我地图的坐标啦 只不过春跟秋获的季节图序中夹着海洋的间隔 我不是游牧民族 不是走海人 也不是有田的耕者 我过不了农迷历当中那些什么 和降纳处的这种日子 我关心的是那一天我也 我关心的却是那天可不可以做远行这些事情啊 年轻的一辈跟我们长一辈 对旅行的企图跟概念是不一样的 施淑青就把旅行当作一种招魂的仪式 他说我必须呢 再次远离坐上最后一次的出走 到天涯海甲走上那么一招 我必须把自己浪迟到世界最偏远的角落去流浪 我想在天涯海角为自己招魂 在回归的心路上 我必须把自己抛的更远才能回来的更快 每次读到施淑青这句话 我都不禁想起周梦迭的一句话 周梦迭说有的时候 你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远一点 你才会更爱这个世界 而且世界也会放开他们胸怀 接受你的种种可忍和不可忍 为什么要 什么叫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我觉得旅行就是一种方式 离开你熟悉的人事物 其实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可能会更爱这个世界 你遇到了陌生人 发生了不同的故事 让你的生命可能因此有转弯的可能 而这个世界也因此可能更接受 你的种种可忍和不可忍 所以我常读到这句话 就会想起周梦迭那样的一个诠释 那么我们在写女性的散文的时候 在读主女性散文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让学生整理出来 台湾女性散文 她们的出生年月曆 出生 还有学历职业 最后你可以请她们做一个女性散文家的年表 那其实当然小说家 就是你这个可以拔动成小说家啦 或女性虚人也可以 那钟怡文呢 他在我和我患养的宇宙当中 讲出女人女性的生命宇宙有彩妆啦 梳子啦 棉被啦 针灸啦 纵花啦 她说请归那里读过的文章 告诉我们女性还有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生命宇宙 那男生呢 男生的生命宇宙是什么呢 要学生去做比较阅读 那么你当然也可以让他们把这些主题呢 依照心灵智慧图的方式 来化成一个女性书写地图 这是一个教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都有 那么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是 在我们女性书写里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叫鬼魅书写 什么叫鬼魅书写 以鬼怪作为它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里头最有名的是谁 各位应该都知道 就是李昂 有一次联合魂写曾经出过一个专栏 叫做 叫做什么 各位有没有印象 有一次呢 这一个联合魂写曾经出一个专栏 叫做妖魔鬼怪 那么选出呢 几位作家 谁代表妖谁代表魔 各位 这里头唯一入选的女作家就是李昂 而她入选的项目就是鬼 也就是说 她是一个专门在写鬼的作家 那李昂自己也承认 她自己的作品鬼气啊 阴森 她自己也承认 而我们